哈喽大家好 我是龙2 iPhone X虽然已经发布了 但是最快也要到今年11月份 才能正式到达消费者的手中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那就是OLED屏幕的产能跟不上 不过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据eatingnews报道称 苹果正在对整个iPhone的产线进行重新评估 具体来说就是明年至少有两款新iPhone将使用OLED屏 这样的情况 第一是三星的产能又增加了 第二就是他们扶持LG的OLED产能也有了一定的改善 此外有消息还称明年使用OLED屏幕的新iPhone中 除了现有的5.8英寸之外 还会增加一款6.46英寸的版本 同样会采用iPhone X的全面屏设计 所以整机的大小与iPhone 7 Plus相当 其实目前讲这所谓的iPhone X Plus的确是太早了 毕竟你啥时候能买到iPhone X都还没个准数 所以想买的豪们还是多留一些精力去与黄牛做斗争吧 当然回头看看小米MIX2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虽然也不怎么好买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赶到关注微博的微信公众号 发现更多更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